9月16号我跟王宏威议员在我们议会的六楼这边召开这个记者会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昨天国民党总统初选已经正式的产生出我们的人选 但是呢随即我们发现 马上就有非常多的绿营的网均在各大的粉丝专页上面 下面的留言板开始散播不时的谣言 尤其这些谣言都是有经过精心设计精美的美边的设计 而这些言论只导向一个方向 就是上面都写说要支持郭台铭托党参选 我们说这些这个散布这些言论的人的账号 我们再点进去进一步发现 都跟民进党支持者有高度的重叠 也因此这根本就是一个绿营网均1450操作的最新立作 我们今天要把他给踢爆 并且公开的呼吁民进党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不实的操作 也呼吁我们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一定要团结一心 不要再被这样恶意的乱带风向 不要再让民进党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好我想我就直接来跟各位媒体朋友来说明 这些1450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初步把它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她是蔡英文跟民进党支持者 我们看到 这个图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账号 他在这个留言板里面 好 留言板里面有特别讲 就是贴出这个是有精心设计的 包括什么不公平的初选 全力支持郭台铭2020 但是我们看这个账号 一样去查她的个人粉丝专页 发觉她后面就是用蔡英文的大头贴 而她评论的内容评论的言论 也都是倾向支持蔡英文的 一个不够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一样在这个留言区这边有贴出 支持郭台铭要参选到底 初选不公国民党沉沦 乍看之下 好像是郭台铭的支持者 但是这个账号 我们点进看她的粉丝专页 粉丝的这个脸书的这个个人的账号内容 发觉她根本就是支持蔡英文 过去所有的言论 全都是支持蔡英文的言论 而 这个又更离谱了 一样 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套图都是同一张套图 代表后面有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工菜 1450的一贯操作 而这个账号更是在她的个人首页上 大辣辣写上了 她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我们要说民进党的支持者 什么时候突然间那么关心郭台铭 一定要求郭台铭参选到底 尤其是在昨天结果出炉之后来力挺郭台铭 一样这样的一个账号 他甚至写到初选不公国民党成轮 唯一支持郭台铭 也是用一样的套图 而这个账号呢 他更是在今年的5月20号的时候 有写到了唯一支持蔡英文 还跟蔡英文来做合照 这不是绿营的支持者操作 什么才是绿营支持者操作呢 好 这个账号又更有趣了 在同一个留言的讨论区里面 上面他张贴唯一支持郭台铭 下面他又贴了 这才是我要的总统蔡英文 我们要请问 这你到底是想要郭台铭还是蔡英文 难不成是要促成蔡郭配吗 这分明错乱 好 刚是第一大类 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蔡英文的支持者 假冒郭粉 或是假冒这个要刻意的带风向来操弄 第二大类则是 初选前是骂郭台铭 但是初选结果一出来之后变成力挺郭台铭参选 我们来看这个账号 他在一样贴出了这张套图 所以我们说这个套图一定是后面有中央厨房在工菜做菜 而在之前初选前他的个人的脸书里面就贴了比赛讲干话 韩先生都输你 换句话讲他是在酸暗指嘲讽郭台铭的一个账号内容 但是初选一结束之后马上变成他是唯一支持郭台铭 这分明精神已经有点错乱了 好我们又看到这一位这也是非常二职的 他是这是第三类 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的粉丝 他的个人账号上面有跟韩国瑜有关系 不管是讨厌韩国瑜或是喜欢韩国瑜 自称是韩国瑜的粉丝韩国瑜的员工 但是呢他在一样会在这个留言区里面贴出说 唯一支持郭台铭拖打参选 我们看到这个账号 他一样写的是面对不公平的初选 要支持郭台铭来拖打参选 但是在他的脸书账号里面 看得出来他故意写到说 韩岛生日祝福他 下面全都用我们非常恶劣恶职的 以华人习俗来讲都是丧礼才会使用的 婉联的用语来故意嘲讽讽刺羞辱 韩岛这个所谓的韩岛我们也都知道说他指的是和人 所以呢这一个人呢 他就是在他的账号里面好像跟韩国瑜有关系 不管是讨厌韩国瑜或是喜欢韩国瑜 但是他在昨天也张贴出来了 就是要支持郭台铭 而这个就更加离谱了 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一定是后面有1450的操作呢 因为这一位账号他在他的个人简历里面 明白清楚写的他是韩国瑜青年军后援会的员工 但是他又上面写的相信郭台铭 然后在昨天又贴出来说 我们会百万联署挺郭台铭参选到底 我们要请问一个韩国瑜青年军后援会的员工 有可能去张贴这样的言论吗 这不是1450的操作 什么才是1450的操作呢 所以总观上面我们总共至少随便的这个搜寻 跟随便的一个浏览就可以发现 至少有八个不同的分身账号在刻意网路上带风向 刻意想要操弄郭台铭脱党参选的一个话题 而更可以分三类 要么你是蔡英文或是民进党支持者 要么你就是过去支持郭台铭 过去讨厌郭台铭 但是现在反口支持郭台铭 还有就是你刻意营造你跟韩国瑜的关系 要来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郭台铭跟韩国瑜 无论是哪一种 这分明都不是我们来营知者的一个行为 而这一些绿营网军的操作 我们认为非常的恶劣 尤其是在国民党昨天总统初选刚落幕的时候 马上出现那么多的带风向的声音 我们认为1450操作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要更呼吁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国民党的候选人一定要团结一心 不可以也不应该也不能够 让这一些绿营恶意的操作来得逞 我们也在请王后会议员这边来发言 谢谢孟凯 刚才孟凯已经把1450的反串 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昨天国民党民调公布 不到24小时之内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一个主要的新闻的网站里面 就有1450在带风向 然后直接控诉国民党的初选不公 国民党沉沦 要这个郭台铭郭董一定要参选到底 但是呢 按照我们刚才所跟大家报告的 这些要求郭台铭参选到底 他们真的是郭粉吗 他们真的是中间选民吗 显然不是 里面有非常多的事上是 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者民进党的网军 在做反串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 也要郑重 而且也要拜托 郭台铭郭董事长 不要受骗上当 真的不要受骗上当 那么当然激烈的这个初选 已经告一段落 大家都非常辛苦 大家的表现也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时候啊 是需要我们大家应该团结 一致对外 不要被这些有心的人士 被民进党的网军 被1450来挑拨林间 否则的话 真的就是中计了 那也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这么多在怂恿 或者在呼吁要求郭董 郭董事长能够参选到底 事实上他们是支持民进党的 他们事实上是支持蔡英文的 所以真的如果啊 如果郭董事长真的假使他中了他们的气的话 那真的反而是保送蔡英文 变成在服选蔡英文 这是相信是我们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今天啊 我们为什么要赶快把现在这样的现象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希望现在所有啊 包含支持郭董事长 包含支持韩国瑜市长 还有支持国民党 还有支持明年1月11号 让蔡英文政府下架的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认清现在在网络上 到底是谁在带风向 以上报告 谢谢 我们再补充 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初选结果 公平公正公开 昨天已经在全国人 全国国人面前尘埃落地 我们的结果已经出炉了 现在只有一种人不想要国民党团结 就是我们的对手不想要国民党团结 也因此我们呼吁 国民党一定更不能在现在被带风向 不能在现在被1450操弄 不能在现在被绿营网军争搞鬼 而明年1月11号 我们为了中华民国一定要团结 用选票让民进党下架 是是是 好 请教我们媒体朋友 有没有相关的提问 大家有没有问题 网络上认为说 有绿营的网军在带风向 不过在昨天有多家的新闻媒体 或者是说一般的粉专 在蓝绿之间对决 定于一尊之后的对决方面 总统在认为它是压岛性的胜利 这你也认为说是有网络在操控吗 还是说是年轻人这一款 你怎么看 是不是年轻人选票 有跑票的问题 您刚才应该是社群媒体 他们所办的自发性的这个投票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自发性的投票 第一它没有限这个所谓的IP 或说这个账号 那当然还有再加上是说 这个难免昨天出来的时候 一窝蜂有一些 这个社群媒体可能过去 他办的一个投票 本来就对于国民党支持者 相对比较不利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当然是一个 供我们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最终的结果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出现之后 现在要寻求我们五位初选候选人的一个团结 我们相信团结的国民党绝对能够赢任何的对手 所以呢我们也呼吁现在执政的这个蔡英文总统 也要好好的专心国政 那未来我们出现的总统候选人 绝对会好好打一场漂亮的一个选战 那团结的国民党绝对能够赢得任何对手 那年轻人最快 一样道理 我觉得像之前 像我们现在出现韩国瑜市长 他其实在之前选战的时候 也都针对年轻人 有非常多的一些议题主张跟想法 那我觉得是接下来的选战 相信韩国瑜总统候选人 也一定可以提出相关的青年的议题 那之后当然青年朋友的这个议题选票 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是说各族群的这个议题政策 我们都会陆续提出 那绝对有助于韩总统候选人这边 来争取青年人的认同跟支持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年轻人的选票部分 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 那么当然韩国瑜市长 他正式成为国民党候选人之后 他确实要补强这一块 这部分这个是必须要诚实面对 那至于刚才媒体朋友所问到的 就是昨天开始有很多的社群网站 就开始做投票 那我们当然也尊重 那当然这个投票的结果 有的比如说还有说 还归只有8% 就8% 然后这个蔡英文狂胜 80几% 那所以我觉得也看看就好 如果这个是最后的结果的话 那蔡英文现在就可以开始睡觉 睡到1月11号 她可以高枕无忧 那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投票 我们尊重 然后就看看就好 但是我们该要去努力的 要去争取的 包含大家刚才讲的说 年轻的选票 中间的选民 还有目前还没有决定要支持 这个我们国民党候选人的这个朋友 我们都是我们要 努力争取的对象 好谢谢 发言人不好意思请教一下 那刚刚您有提到说 蔡建议说蔡总统应该要好好专心于国政 可是韩市长昨天才讲说说 他宣布要代子参选 那你们拍的意思 韩国瑜市长他这个代子参选 我想在过去历届的一个选举来讲 就是说限职的部分 也都有这个代子参选的一个 过去的一些的状况先例 也因此呢 我们尊重韩国瑜市长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认为说韩国瑜市长 他一定会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呢 也是我相信之后 他也可以好好的来跟高雄市民给说清楚 就是说这个他这样的决定的一个用意跟目的 那也一样 就是说像现在蔡英文他也是现任的总统 那他在参选竞选连任 2020的连任的时候 他也是所谓的代子参选 所以如果说要用标准的话 我想标准都应该一致 那如果说有一些 刻意的要操弄说韩国瑜一定要这个先辞职的话 那不就是更坐实了民进党政府的意吗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直辖市长他要提前辞职的话 那中央需要指派代理市长 所以说这样的话不就变成是其实是民进党这边可以来指派高雄的代理市长 那这不就是民进党这边想要直览高雄市的一个证明吗 所以呢我们也认为我们尊重 我们也理解韩国瑜市长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声明 那我们也认为是说大家也应该要一起尊重 好请教还有媒体朋友相关的提问吗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那再次感谢 那等一下这资料我们也会放在那个我们的这个LINE群组上面 那这个电子档啦 放在LINE群组上面 帮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感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